女生看到健身器材會害怕的 那你就先用做的 像這個 這個它是八字型 它就這樣 所以它是一種背東西 可是你一定要記得 要把你的上身挺著 你上身不能這樣 你上身一定要挺 你的身體 你為了要避免被這樣子甩 所以你的核心 你的核心必須要Hold住 那我們字晃就好了 可以 其實可以 每個都在晃 可是你要把你的上身Hold住 你看它現在在動的時候 其實我這兩塊 它有速度也可以調 調比較快 然後它有教是說 當你這個順的疤順了之後 你要逆 你要逆它 你要跟它反作用 對 它如果是順疤你就逆疤 方宇你來 你來 有感覺 而且就看電視啊什麼的 你戳這兩塊 是凹進去的 對 這兩塊是必須要用力的 我可以用一個方法 我覺得會更強 那個 你那兩塊會更強 就是腳交叉 看電視的時候 你就上身跟著一起上 不行 可以 不行 因為你這樣子 你的肚子的用力 有些時候是會鬆掉 會嗎 所以你一定要 不是太分散力量 對 你會分散力量 你把力量分散掉了 是喔 對 還有別種嗎 老闆 還有這個 這塊 不用墊的 什麼 就是西美姐剛才的概念 自己動 自己動 然後呢 你坐上去的時候 像這種你在辦公室 因為它是氣墊 所以你的屁股是晃的 還要自己這樣 就很像人家 有日本公司都做那個球 對 現在日本公司都是做那個 那個韻律球 就是不讓你好好做 對 然後你這個其實 你就要去找 對 去找 然後 自己動 你看 你會不會自己動 好性感喔 老師 我講 你怎麼那麼性感 對 你就可以自己動 做那個還有好處 就女生屁股下面不會有一個 那個黑黑的暗沉 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這什麼 這顆球 很可愛 它是幫助你訓練你的下腹部的 對 你會看到它兩側有兩顆洞對不對 對 對 一側 塞一隻腳進去 要塞得進去嗎 只有 夾起來 瘦的腳腿才進得來 我們也進得去 我進去 你們一定 它會把你夾緊 然後你就 要再夾緊 喔 它是把你固定 對 或者是 你就坐在地上有沒有 躺著 坐地上對不對 然後你就手撐著 好好玩喔 對 它是幫助你訓練下腹部的 上 所以老師就是說 它幫我們 把腳Hold住 對 比較好上手的意思嗎 把它Hold住之後 其實有些時候 你當你在小腿增加重量的時候 你在做仰臥起坐 會比較方便 然後你在抬腿的時候 它可以增加你的肌耐力 所以你在訓練下腹部 或是側腹的時候 就會很方便 對 對